美國在明天即將要公布 八月份的通膨數據了 那勢必就會牽動市場 對聯準會利率動向的預期 因為利率不排除會進一步升高 而且有可能維持在高點更久 美元近期的表現非常的強勢 美元指數已經連續 八個星期上漲了 讓非美元的貨幣承受了 很大的貶值壓力 尤其是人民幣跟日元 因為還有本國景氣 跟貨幣政策的因素影響之下 表現更是非常的疲弱 就逼得中日兩國不約而同 出手阻止貨幣貶值 這也帶動了會價的短線反彈 不過分析師就警告 只要美國的利率是高於其他國家的 這個因素存在的話 那美元升值的動能就不會消失的 那其他各國的干預措施 恐怕只會有很短期的效果 沒有辦法改變大趨勢 所以想要抄底非美元貨幣 最好還是小心微妙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中國和日本到底採取了哪些措施 來支撐匯率 在中國的部分呢 中國人民銀行昨天就召開了一場 跟會市相關的會議 會後他們強調 金融管理部門是有能力來保持 人民幣的匯率穩定 在該出手的時候就會出手 人行是以口頭的方式嚴正警告了投機客 另外中國也持續透過了人民幣的中間價 去支撐匯率 中間價高於市場預期的幅度 創下了史上的最大 而且市場還傳出了中國國營銀行 正在積極的拋售美元 那人行也要求企業五千萬美元以上的購匯 必須要報請核准 而至於在日本方面呢 日本獨賣新聞週末刊登了日本央行總裁 直田河南的專訪 他就提到 如果日銀相信物價跟薪資 未來會持續的上漲 結束負利率政策 就是可行的選項之一 他暗示日銀可能升息 那在非美元貨幣反彈 以及投資人逢高獲利了結的影響之下 美元的指數從上星期五到今天盤中 總計下跌了百分之零點五左右 日元跟在岸人民幣就明顯的反彈了 升值的幅度都接近了百分之零點八 那其他貨幣的部分呢 韓元這兩天 大約升值了百分之零點六 歐元以及台幣 也都是由小幅的反彈 尤其在台幣的部分 我們看到 他是反彈了百分之零點二二